今天叫各位来 是因为我刚刚接到 南京军部长官的来电 处长 军部又给我们 什么新的指示啊 这次为前线将士 筹集军粮的任务 南京军部得知 我处已提前完成 并且在所有战区当中 排名第一 长官深表欣慰 特来电 向我处全体同仁 提出表彰 全靠处长领导有方啊 是 你这话说的就有事公允了 我们这次 能够这么顺利地 筹集到这批军粮 那可都是 叶静芝先生的功劳啊 什么 处长您太谦虚了 岳父多次表示 他十分地敬重您 若不是您三顾茅庐 他也不可能 如此快马加鞭 叶静芝先生的高风亮节 令在下也是十分地敬佩啊 各位 军部又 晚安 それで 现在 吴 比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曹主任 一路辛苦 请有茶 靳志兄啊 怎敢劳您大驾还亲自来接我 曹主任 您现在的身份可是清差呀 我这一届草民是怎敢不来呀 说笑 说笑 我这个清差大臣呢 就是专门来为你摇旗呐喊的 多年不见了 今儿啊 咱们得好好叙叙旧 那是自然 非处长都准备好了 曹主任 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随时可以向您汇报 还是先办正事吧 这样我才好与靳志兄开怀畅饮呢 好 这样吧 咱们现在就去仓库 我坐靳志兄的车 你们在前面带路吧 是 曹主任 请 请 请请 好 多年不见了 不见了 好好好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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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队长 这个南京来的特派员 看起来跟叶嘉远是吧 做好你自己的事 为他不要吵心 可是咱们人手本来就不够 现在还要抽掉人手出来 保障特派员的安全 那 告诉兄弟们 把警署和仓库都给我盯好了 绝对不能放松 那这位怎么办 这位 这么多人前呼后应着 他能出什么事 这个负责运输的卡车 是由七十五军停 负责押运的人员 是由我们公署和警署 抽调出来的精干人员组合而成 这个粮仓这里 一直都有专人把守 随时都可以装车出发 很好 主任 请 还有这个捐赠仪式 和表彰大会那边 也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主任您看 好 这批粮食 越早运送到前仙将士手中 发挥的作用就越大 已早不已迟 是 是 我看捐赠仪式和表彰会 就定在明天上午吧 没有问题 活动现场的声势 要造得大一点 除了社会各界人士之外 按理情报处的人 全部叫少 互许缺席 是 处长 明天上午 是原定的运输队的 出发时间 不 是 哦 有点 还会 飞 吃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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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我看你情报处也没几个人 就不用派人跟那个押韵队伍了 给力筹备大会吧 缺的那些人 到时候我让七十五军给你们派 那太好了 主任真是体恤基层啊 这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队首长 安排得不错 明天就按照我们刚刚定下的计划 捐赠仪式和车队出发 同时进行 明白 一切都按照主任的意思办 那这个运输安全这块 就有劳主任了 我们情报处将全力筹备 表彰大会和捐赠仪式 那就这么定了 老子 天志兄 公事办完了 我们老哥俩 也可以一对方休了 那是 那是 挺挺挺 好好好 全力筹复杂 咱们就真的不管这个曹主任了吗 这帮官僚 除了天龙什么正事都干不了 你刚才听车上的曹主任说了吗 明天的捐赠仪式 和车队出发同时进行 我相信 有人听到这个消息 一定坐不住 那我们 应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老舅 你帮我多调几点人数 一定把这仓库给我看死 我想共产党的人 不管想干什么 最终的目的 一定都在这批粮食上 只要守住了粮食 我们就会利于不败之地 我明白了 赶紧通知老秦 运输队出发的时间和路线 已经定下来 明天一早出发 走西线的劲道 费思欣果然挺狡猾的 他把运输的责任 都推给了军方和警署 费思欣虽然是不想 腾这趟浑水 但是软兵心还没有死心呢 他还盯着那批粮食 我听说 他还一直在往仓库 调集人手 根本没有把心思 放在仪式的安保上 他一直盯着那批粮食 对于我们以后的行动 肯定是一个障碍 书婷 我到处有个办法 但是需要你的配合 你说 爸 我去补个妆 谁 来人啊 有此刻 处长 处长 怎么了 曹主任遇刺了 人怎么样 人没事 没事就好 好个屁 在我们地头上出这么大的事 这曹主任能请着了我们 那怎么办 这样 我们去请叶先生 让他陪我们一起去见特派员 好 对对对 这样好 这样好 叶先生 好 两位是非 这个不好意思 出事了 出事 出什么事 曹主任遇刺了 遇刺了 遇刺了 咱们快去看看吧 好 来 干杯 来 来 好 怎么样了 完成了 好 赶紧收拾一下 未经 未经 好 你就是用这个来欢迎我 好 好 我来襲你 对 对 有没有 我来襲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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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这刚才多亏了叶先生出言相助啊 否则我们可就真的吃不了兜着走了 应该的 我也是实话实说 费处长 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 小女还在等我 好 叶先生慢走 好 告辞 请 处长 这个安保工作 可是您交给阮兵新负责的 阮兵新现在在哪儿 马上就把他给我找回来 是 暂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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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军方和警署的人的事 出了问题那是他们的责任 这才是我们的重重之重 现在还分不清和孰情孰众 软平心也软平心 我不说 您的行动都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能造我们几个分头做上不通的火车 到了地方 同时动手 先把军方的人解决掉 一会儿到军队库 都领点子弹和装备 我明白 大哥 你什么时候去走 你放心吧 等你们平安到达 我自己走 好 明天都给我打起十二分精神 明白吗 明白 白队长 刚才监视陈金刚的几个兄弟 过来报告说 下午陈金刚在茶楼 跟几个警察喝茶 就是名单上的几个人 他们聊了什么 这就不太清楚了 因为监视他的兄弟 也不管靠得太紧 不过发现一个人叫乌勇 刚刚把房子卖了 卖房 对 而且卖得很急很便宜 看来这是打算一去不回了 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不要动手扎人 你凭什么动手 就因为人家房子卖得贱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同志兄弟明天做好准备 我们退退跟在车队后面 他们想动粮食 一定会在路上下手 这次我们一定要认脏巨虎 我们这个时候把原位 敲出来的话 那表彰会怎么办 管不要这么多了 出了问题我来负责 好 来 跟我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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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a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初长早 早 叶先生什么时候到 舒婷一会儿会陪他过来 初长放心 他们会准时到达的 不急 不急 初长 刚才我转了一圈 好像咱们的人有点少啊 有点少 是啊 这行动队就没看见几个人 这按理说 昨天刚出了意外 今天的安保应该更严密才对啊 你过来 初长好 你们行动队来了多少人啊 来了 这个问题有那么难回答吗 李里外外一共九个 九个 九个 其他人呢 其他的人 阮队长一早就带出城去了 出城 干什么去了 听老九说 好像是执行秘密任务 什么秘密任务 连我都不知道 真是虎猛 初长 这儿还有一个小时 他为人就到了 他要是看到会场这个样子 恐怕 兄伯啊 你赶紧出城 去把阮明星和人 全部都给我带回来 我去 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阮明星怎么可能 听我们呢 你拿着我的枪 谁要是不听命令 就地战法 快去 是 转车 出发 是 喂 熊哥 你果然还是 按耐不住跳崇 你这是在妨碍我执行公务 我可以一枪崩了你 公务 阮毕欣 你瞒着处长带队私自行动 处长现在已经知道了 非常生气 所以命我过来 把你们所有人都带回去 听好了 是所有人 你说回去就回去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再也不让开 我不客气了 好好看看这把枪吧 这把枪是德国人送给处长的 整个绥靖公署只有这一把 你不会不认识吧 阮毕欣 处长早就知道你会抗命不尊 所以才让我把他的配枪 给带来了 各位兄弟 你们都好好看一看 处长说了 有谁敢违抗号令 你会当场处决 队长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回手 是 队长 人带回来 队长 队长 从现在开始 行动队暂时一切 都让我让你曝光 人都好 不会 你不认识 让我打就 你不认识 我 你不认识 手 却 你够了 你够了 一辈子 你究竟了 有什么 又未来 你 是啊 任队长 你找我 来 我 通知队里可靠的兄弟 去后门等我 那处长还在生气呢 咱们能不能不要 一条道走到黑啊 你懂什么 事情已经到了最后一步 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放弃 那处长怎么办 反正我现在 已经被扣上 不尊号练的罪名 我怕什么 只要我们能找到 运量队伍的问题 这一局 我们就能反败为生 算是那个凌雄波 一天那晚盯着你 你怎么脱身 我有办法 你去帮我 找个脸生的人吧 主长 主人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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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过来 好 还有 幸亏我们靖之兄 对我体贴有加 好 在此感谢 这都是 废处长的功劳啊 什么人 别误会 情报处的 情报处的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 我是行队的特勤 一直在外面执行任务 行车队里面也不怎么露面 我的证件在相仪兜里面 不信你自己看 是 既然是陌生的面孔 别乱跑 是 行 别乱看 我 说 好 好 我 好好 你 他的 中央日报 莫非园长都能看到 你能给我赖逼 赶紧给我赖逼 主委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特派员曹主任 上台讲话 各位同仁 大家好 都准备好了吗 没问题 都是靠着住的条件 就人少了点 我们俩那么多了 时间也来不及 出发 进文学校 去死下 您少了 我过去 那是 很多人都没骤 要够了 我还没骤 我还没骤 你还没骤 我还没骤 我还没骤 前面有路障 是不是掏方了 你去 叫后面的警察 马上把那些路障 清理干净 然后让我们的人 注意警戒 是 记住了 胳膊脏带白包冰的是自己人 都看清楚了在打 前面有路障 你们下来帮忙 打 杨队长 前面好像有枪声 你就知道没好事 快 刘队长 我是乌勇 请绝试 欢迎 欢迎 我代表运区动队 欢迎你们回家 没事吧 太好了 太好了 刘队长 后面来车了 好 来得挺快 同志们 我还把梁子卸下来 我们从小路撤 是 来 给我来 飞烟把大档打倒一下 我们快点 走 开把手 好 来 来 再开快点 果然还是来万里 四处看看 看看有没有活着的人 是 既然公事已经办完 那就得尽快赶回南京复命 废处长替我安排行程吧 好的 我马上安排 我再阪洛 请回答 我马上从小路撤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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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七十五军跟你打定 处长 警署的人可能是临凶波条 如果说一时不差 问你几个奸细千有可运 但是现在几十号警察 居然一个都不顺 全部投靠共产党 这事应该不会是巧合吧 几十号警察 五万弹粮食 现在可全部都行供 这事如果要传出去 影响应该不会是一般的落连了 没错 都行供了 这幕后的策划者还真是身谋远利 用心良苦啊 这人可都是林雄波条的 没错 人是他条的 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绝对脱不了干系 我建议立刻逮捕林雄波 我同意 我现在就去见刘长官 只要他点头 我就直接去找叶静志 这次我们要明着抓林雄波 是 这五万弹粮食被劫 落入共产党之手 叶先生还能淡定如初 费某真是佩服啊 事情已经发生 我不淡定又当何用 按理说你费处长 现在应该正在全力追查 事件真相 你这不是也有时间 跟我喝茶吗 实不相瞒 叶先生 这刘长官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 雷霆大怒 只给了我三天的时间破案 这么大的事情 三天确实短了点 这谁说不是呢 不过 刘长官也给了我一些特权 比如说在这三天之内 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 甚至是抓任何一个 我觉得有嫌疑的人 看费处长这么淡定自如 应该是有线索了吧 是 不然我也不会来叶先生这喝茶呀 听你这话的意思 这好像是跟我叶某有关 这要不是跟叶先生有关 我哪能老得如此倾强呀 非处长所怀疑的人 不会是小戏雄伯吧 叶先生果然是个明白人 一点就偷啊 不瞒你说 我已经下令抓捕令雄伯 还望叶先生多多理解 一下他就跟叶先生一起坐 那有关帮的 还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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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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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我没有用